大家好,大家早安不安,晚安全人安 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 很多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还有看一看订阅状况就是《魔汗编辑部》、《正向部》、《沙冷器》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还有直播节目的节目,如果大家觉得是OK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帮忙分享出去 这个是要大家帮忙的 先回应一下网友,有人问习主席和拜登开会 结果开了两个小时,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是未知的,因为拜登什么都未说 我只能够说,拜登遲些会和大家总结一下 究竟我会开了些什么,就是说了些什么 习主席有讲到很多东西 他当然是去了三藩市的废罗利庄园 和拜登见面,一定是美国做得漂亮的 说真的,有外国元首去任何一个国家都好 一定是洗太平地的,每一个国家都会做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东西 还有,有些事情很好笑,因为很多地方都有罪案 你没必要把美国的罪案情况夸大到不住人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盲友在美国 美国一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 一些好些的区,其实治安是OK的 而且美国的特点一直都是 那些比较差的区域都尽量不要进去 这件事,美国是这样已经几十年了 当然现在有些人好像发现新大陆那样 就说,这里有很多吸毒的人 这里有很多喪尸 第二,就是这样说 现在吸毒的人的地区是多了 整体来说,美国吸毒的人是多了 这是一个社区健康的问题 他们没有处理好 这是他们的问题 但是,不要认为 其他地方没有这些东西 说真的,如果你在香港去深水埗 你就会知道了 其实在深水埗有几个公园都是很多道友 他们上完电都是喪尸的 只是没有人去拍摄那些东西 那个实情也是 如果你说,全美国都是这样 我就告诉你,不是这样 当然他们对底下阶层的人 有些事情是很残忍的 这个也没办法 他们的国家的本质是这样 但是,你说是否差到不能住人 我就很老实说,不是 美国不是一个差到不能住人的地方 Freder Wong说 什么国家都有好区和坏区 其实是的 是有差别的 不过美国的差别是很大的 不过美国的数十年都是这样的 这不是什么歧视 不过坏区又会变成好区 其实美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那 那 好了 小岩就说,SFIN和毛茲是世界的绝症 沒有藥意,不過真的這麼說 有很多人喜歡看美國的糟糕 大家都知道美國很糟糕,連記者都搶了 其實不只是美國是這樣,加拿大也是這樣 美加也是這樣,整車的攝影器材被人偷賣 在美國加拿大試過 忘了是ABC還是CNN 整車的攝影器材被人偷賣 而且偷賣攝影器材的人,是不用叫他的車 他在中間Hack了進去 那條遙控的車時,他讀了他的Key 接著就開了他車的尾門 就是那些小汽車 偷賣了裡面的器材 幾年前已經試過這些了 其實有些事情太陽底下無紳士 只是有些人覺得美國活該死的 沒有計算 那草本綠色裡面就是富人區和貧民 美國的差異是大的 其實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差異也是大 印度的差異也是大 隔一條街可以是貧民屈來的 另外那邊就是五星級大酒店 可以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有些地方是這樣的 不是每個地方都是均等的 那個現實就是 有些地方 譬如中國大陸這樣 一線成線就發展得很好 當然現在還有些農村的人是很窮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扶貧 脫離了貧窮線 但是國內還有很多人是很窮的 這是事實來的 你不能夠否認這些貧富懸殊的事情 其實到處都有 如果你說 好像什麼 衰藤經一 他說 治安好一定是中國大城市 這個大家都知道 美國大城市的治安 是沒有中國大城市那麼好 這是事實 但是 中國大城市的治安好 都是近這十幾年的事 我也講過實情給大家聽 有時候 你也要看看社會發展的過程 那麼Freder Wong就說 無需放這麼大 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很多人都是 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那麼 但是你說國內是不是很安全 因為沒有人帶銀包 就像拖得車一樣說 國內的安全 就不是因為沒有人帶銀包而起的 其實廣州這個例子已經很明顯了 廣州在搞亞運之前 在天河區的治安是差得不得了的 是經常有劏死牛的 但是他搞亞運 開始搞亞運 還不是真的搞亞運 他裝了很多攝像頭 那時候的人還是帶銀包的 不是說不帶銀包 他們也是帶銀包 那時候已經沒有了劏死牛 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的社會監控 那個力度 治安監控的力度 如果你的治安監控的力度是不夠的話 你無論如何都會是死的 因為我講過真話給你聽 小南就說 以為自己是哥倫布 有些人是 他覺得很棒 很糟糕 那為什麼要講一下美國呢 就是因為 現在很多人都說 美國好了不行 快要收皮了 這樣 其實是否美國真的快要收皮呢 我經常都說 美國不是快要收皮的 美國有些事情當然是不好的 經濟有些事情是不好的 但是你是不是說 美國是不能住人 那些 說到 這是地獄來的 中國才是天堂 那我就告訴你 不是這樣 另外一邊的人就說 美國是天堂 中國是地獄 那些也是說的 每個國家都有他的問題 好了 會談開始之前 拜登就說很高興 再次和習主席見面 就說 雙方的會晤一直都是坦誠 直接和有益的 而最重要就是 大家彼此清楚了解 美國和中國 一定要確保競爭 不會導致衝突 那 拜登又說 美國和中國可以在人工智能 氣候變化方面 共同努力 那習近平就說 世界經濟開始復甦 但是動力不夠 產業鏈、供應鏈受到干擾 保護主義抬頭 這些問題就很突出 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這個是真的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中美關係要放在世界百年變局 加速推演的大背景之下 來思考和謀劃 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 為人類進步展現擔當 習主席又說 中美關係不是一直一帆風順 但是兩國不可以不打交道 想改變對方也是不切實際 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 各自的成功都是彼此的機遇 雖然兩個國家的發展道路不同 但是只要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 完全可以超越分歧 找到兩國相處之道 習主席就說 他堅信 中美兩國的前途都是光明的 前途光明的不單止是中美兩國 香港的前途都是很光明的 因為 因為 有國家安全 有發展 那些政客不斷說 國安 香港就有運下 這就是根據鄧炳強的說法 這個光明 香港究竟是光明一點 還是中美兩個國家的前途光明一點 香港也是中國一部份 當然 要看一看 之後要看看發生什麼事 會開得比較短 香港時間五點半的時候就完結了 說了兩個小時左右 香港的文藥 拜佬頭又吹嘴 AI是美國封鎖的重頭戲 氣候變化是美國最不願意付出 待會我解釋一下 他為什麼會說這兩個範疇 不是就這樣看 他美國封鎖這麼簡單 也不是說美國最不願意付出 其實美國不是沒有付出 就是氣候變化那裡 美國的國情和其他地方是不同的 好了 現在說一下事情是怎樣 大家都強調了 其實雙方都有說到 你說只是吹水 我就告訴你 不是 真的不好認為是債吹水 其實兩個國家都是要合作的 兩個國家的關係是重要的 而且是必要的 習主席也有說到 衝突對抗的後果 大家都不能夠承受 習主席和拜登對世界和歷史 都肩負著重任 拜登到現在還沒開記者會 拜登還沒開 為什麼會提到人工智能 因為人工智能真的不能合作 之前在英國開的人工智能峰會 中國的參與 是世界都同意了 而且是認為是正面的 所以不要說是美國封鎖 美國是有封鎖的 是晶片 美國對中國的封鎖 全部都是圍繞著半導體的反潮 這是事實 他沒有說半導體可以合作 但是AI的治理 因為事實就是 美國封鎖中國 不讓中國賣AI 美國製的晶片 對中國發展的大模型有沒有影響 有一個值得參考的訊息 就是騰訊大佬出來說的 騰訊大佬出來說 就是說美國對中國限制這些東西的出口 就是不影響中國做一些大模型的 為什麼會不影響中國做一些大模型呢? 實情就是 不讓中國買晶片 也不是每樣晶片都不准買 沒錯 之前 輝達英偉達 他弄了一些中國版的晶片出來 接著美國的商務部 就擴大了他的限制 但是擴大了限制之後 輝達英偉達又弄了一批新的晶片出來 就是可以規避了 美國的商務部的限制 當然預計 當然有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美國的商務部又會再擴大那些限制 但是 我也說了 輝達英偉達也要做生意的 他不會不做生意的 他一定是盡力做生意的 那麼 強盛說人工智能也要講制息 這不關事的 這不關事的 其實現在說國際治理人工智能 那件事情 就是要限制 某些國家不准用人工智能做什麼 其實人工智能 如果你拿去搞武器的話 其實真的很危險 如果你是做商業 或者人們學習作為一個輔助的工具 寫程式作為一個輔助的工具 其實就無所謂 大家都看到這些用途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說 作為一個發展 大殺傷力武器的工具 這就對大家也是很危險的 所以 那些大國就肯定不想 某些小國就用這個 去搞武器 這個世界上最厲害的 最惡的五個大佬 就是 當然是聯合國五常 中國是有份的 他們一定會同意 限制某些事情的發展 為什麼呢? 因為小國有些是很離譜的 如果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可以搞很大的破壞 這不是什麼限制制式 那些 也不是說 美國人吹嘴 專門說這個範疇 但是又不讓中國買晶片 其實騰訊說的話 是可以參考的 騰訊大哥 他昨天因為公佈了業績 當時有人問他 就是說 現在 美國那邊限制了中國買的AI晶片 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大模型發展 那麼 其實 騰訊他們自己是有人工智能晶片的庫存的 其實很多美國企業 早就把貨品賣給中國了 那麼 其實 那個算力 當然是要不斷提升的 但是呢 你開發一個大模型的時候 最初的時候 你要的算力 就是 你早就已經計劃了 不是說美國制裁 然後那些算力就發展不到 不是這樣 騰訊那個劉慈平 他是出來解釋過的 人工晶片的禁令 短期內是不會真正影響 大模型發展 和騰訊 至少他們發展人工晶能的能力 還有騰訊他們做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向那些廣告商提供 這個生成式人工晶能的工具 這個就是騰訊CEO劉慈平說的 騰訊也是在國內 大模型領域領導者之一 那麼現在就繼續擴大大模型 再為下一代的模型做準備 但是他們已經有的晶片 已經可以做幾代的大模型 那麼其實其他國內的企業都是一樣的 那麼其實 是一些小企業難做的 那些小企業做的模型 現在是很生債 很多都是用顯卡來做的 一開始的時候 那些sandbox 一定是用顯卡搭在一起做的 那些是很浪費電的 但是沒辦法 沒辦法 那些小公司也買不到 那些小公司 本身已經買不到晶片 所以美國人制不制裁呢 對那些中小企業來說 是沒有差別的 那些現實就是 當然啦 現在 其實國際上也是同意了要治理AI 所以 拜登就再講一講 AI 如果你說氣候變化 美國本身 美國人 就是他們的炭足跡是很大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國家是很大的 而且 人口密度是沒有那麼高的 他們現在有很大的城鄉差異 他們是 舉個例子 城市的人的炭足跡 就可以不是那麼大的 但是在鄉郊那些人的炭足跡 或者是在市郊住的人 在深入住的人 他們的炭足跡就會很大的 這個是沒辦法的 如果你說要好像 中國人均碳排放那麼低 那美國事實上永遠都做不到的 而且美國現在 實際上也做了很多投資 就是搞風車 以及搞太陽能 但是風車那裡已經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住在郊區的人 就很討厭那些風車 就 不准那些風車放在自己的家旁 因為他就說那些風車放在自己的家旁 就很大 很吵 和很肉酸 就是這樣 強盛又說 騰訊業績很棒 當然是 其實騰訊有一個優點 其實他們 他們 有一部分的收入是美元 如果美元的收入 轉為人民幣 他們不用 業績升很多 這次人民幣跌了 是對他們有利的 當然他們在國內的情況 都可以的 不是說差 我也要說騰訊 所以我經常都說騰訊 這東西是可以的 說到這裏 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兩千塊 你買到這裏 這裏 等於是 一千塊 好 我來的 大部分 很多 二千塊 連結 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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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